自元旦开始 法国接下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位置 面对中美两大强权的对立情况 欧盟近年来一直在寻找第三条路线 避免选边站的局面 法国也将重点向此方向前进 中央社综合报导 根据法国2021年12月份发布的 轮值主席国任务重点 强调欧盟当前面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竞争之下 最好的应对手段就是欧盟团结合作 喊出将以重振强大和归属感为行动中心 其中重振是推动经济发展 判使欧盟成功地朝生态和数位化转型 强大是捍卫以及促进欧盟的价值观和利益 归属感则是透过文化、价值观、历史、建构 并发展欧盟的共同感 在欧盟、中国关系方面 欧盟先前界定与中国的关系是竞争者、 合作伙伴以及体制对手 近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公开的批评欧盟 对中政策存在认知分裂 再加上2021年中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学者 导致欧洲议会冻结欧盟中国金资投资协定批准程式 欧洲关系在法国主政时期会如何发展受人瞩目 其实在中国制裁欧洲议员与学者导致中欧关系陷入僵局之后 北京当局曾经试图要递出橄榄枝 但是却是错过了最佳时机点 德国之声组合报道 2021年11月底 中国组了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前往欧洲访问 由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领军 行程包括与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讨论受到制裁一事 但是此行动确实来得太晚 同一时间 欧盟成员国大使在11月的最后一周同意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 中共党委常委王明山以及王俊正 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的制裁 应从2022年3月起至少要再延长一年 几天之后 欧盟理事会宣布 所有的制裁将会持续到2022年12月8号 消息一出 北京方面就收回了原先撤销制裁的想法 知情人士指出 这反映出了中国方面对欧盟系统的运作了解不够多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指出 如果北京不大幅度的改变其侵略性的立场 2022年在欧盟中国关系的升温方面 不会有任何的突破 中国去年爆发严重缺煤限电问题 因为中国日前制裁澳洲货物进口 连带地切断了从澳洲进口煤炭的选项 只能够转求其他的卖家 在此背景之下 印尼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进口煤炭供应国 去年前十一个月 中国向印尼购买了1.78亿吨占煤炭进口比证高达61% 但是此高度依赖的煤炭来源 却突然地宣布要禁止煤炭出口 中国或将要再度地面对缺煤限电 停工停产 连名胜用电都要吃紧的窘境 法广综合报导 印尼能源部表示 评估了国家电力公司和独立发电商的库存量之后 重新地检讨煤炭出口禁令 并指出现在印尼家庭用电的煤炭供应非常紧缺 电力供应不足 可能会影响到1000万家庭和工业用户 如果不采取战略行动 印尼国内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停电 对于印尼的出口禁令 印尼煤炭行业颇有怨言 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煤炭企业与国际买家之间的商业纠纷 进而损害印尼作为世界煤炭供应商的声誉 印尼曼迪利银行行业分析时预测 随着煤炭的库存下降 印尼的出口禁令将在未来几周推高全球煤炭价格 而中国作为向印尼寻求煤炭的买家 现在正值寒冬时节 加上冬季奥运即将在2月份登场 许多中国当地煤气被要求要停产以降低空污 确保冬奥可以出现蓝天 如今却被印尼临时的断火 限电危机迫在眉睫 可能连冬奥会都会受到影响 202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 除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追寻永久执政的重要时间点之外 内忧外患挑战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也是北京当局给予解决的困境 镜头壳引述CNN报道 列出了中国今年的五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将在2月登场的北京冬奥会 在新冠肺炎的挑战之下 这场运动盛会举办将十分的严峻 另外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多国 因为新疆种族灭绝的人权问题 宣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 也让北京举办的冬奥丧失部分光彩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则是中国持续要求新冠肺炎清零政策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愿意改变轨道 如果有的话 消灭病毒的努力 只会在北京冬奥会前夕加强 但是从去年底 西安疫情大爆发至今仍未消停 当地封城状况与影响人数 也超越了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封城 没有人知道何时才会是尽头 第三件事情 或许也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个任期 报道指出 自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 很少有中国领导人 在14亿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的重要 在习近平和他的支持者看来 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 与经济实力 从未如此的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第一个 从大流行中复缩的经济体 但是其前进的道路看起来 也并不是那么确定 原因就是中国的第四大问题 经济压力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已经明显地显现 国际主要银行对中国2022年增长预期 下调至4.9%至5.5%之间 这将是自1990年以来 第二慢的增长率 除了内部经济压力之外 还有第五个重要事件 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皮油研究中心的数据 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 对中国的不利看法达到了历史新高 新冠肺炎 战狼外交等等因素之下 使得中国的形象大伤 也与西方世界多国关系紧张 特别的是中美关系 自中美贸易战至今 似乎已经到了无疑挽回的地步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认为 在政治上 2022年不是中美关系的好年头 他并预料台湾问题会很突出 他预料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 会会令美国内部的政党对立更厉害 社会分裂更厉害 而美国国内分裂加剧 拜登政府权威下降 对中美关系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的协调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网络临时品牌三只松鼠 不久前因为模特形象陷入入华风波 被指引和西方刻板印象 丑化中国人 三只松鼠选自在去年12月22号 在官方微博盗窃 并且强调模特是中国人 其妆容都是基于其个人特征打造 并没有可疑的丑化 针对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 使部分人产生不适感深感惬意 这件主角模特则是在微博发文 直言难道眼睛小就不配做中国人了吗 而此番模特形象争议才刚刚过去 又有中国网友翻出三只松鼠三年前的广告 指责其侮辱中国共产党 香港媒体综合报道 三只松鼠在2019年 曾经发布了一组宣传海报 海报上少先队员带着红领巾 拿着五年房片三年补脑袋临时大礼包 行少先队礼 同时在两张海报中 还分别的印有繁体字的 争取脑力大飞跃 要把房片寄心中 盖隔春风吹满地 多吃五三没毛病等等字句 中国网友指责 按照规定 不能够把少先队的相关信息用于广告 规定来源于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文号为 中少发二十号 关于中国少先锋对齐 对灰和红领巾 对干部标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 此外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全国少工委办公室 2020年印发的中国少年先锋对红领巾 对齐对灰对尾标志和对歌使用管理规定 也明确相关形象不得用于或变相用于企业名称 商标注册商业广告以及商业娱乐等等活动 红星资本局引述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指出 三职松鼠利用少先队员及其佩戴的红领巾 做营销海报 很明显地违反该规定 可能面临的处罚是10到2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如果情节严重的 可能处20万到100万元罚款 香港警方在2020年12月29号 拘捕立场新闻多名高层以及前高层人员 立场新闻在同一天宣告停运 而本月1号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仪表示 立场新闻公司及其前高层人员 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案件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不便透露调查进展 但强调警方的行动是依法执行 又指出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在港府方面对香港新闻自由大幅度压缩的背景之下 同为香港独立媒体的众新闻 选择在本月2号宣布停运 综合报导指出 众新闻成立于2017年元旦 由香港多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创办 他们的脸书字界写道 无党 五派 热爱香港 希望推动公共参与 一同维系香港自由开放 多元 包容等等核心价值 不设定既定的政治立场或政策倾向 网站营运才刚满五周年 消息传出之后 让新闻同业深感惯惜 众新闻二号晚间在脸书发文表明 虽然没有忘记创立的初心 但过去两年社会巨变 传媒的生存环境恶化 让他们无法再毫无担忧地达成其理念 面对众新闻的选择 明报报道 香港近大新闻系高级讲师 吕炳圈指出 相对独立 缺乏大集团支持的媒体 面对的政治法律风险 一般都较高 因为他们的报道方式较活泼 而且与政府的互信较险 加上近日警方 就立场新闻引用的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较港区国安法的入罪门砍低 令传媒面对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预料新闻界 难免会开始出现寒蝉效应 剩下的传媒在报道前都会三思 包括会更谨慎地选择受访对象 以免报道被解读为是煽动 他称 中央自反修例运动之后 针对香港的意识形态有所动作 日后传媒报道 会会变得更加保守 以免踩到地雷 预料传媒角色 会会在社会公器与官方喉舌之间争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